新聞繼續來看的是大拿町 來哪裡剛才成立的風土豆腐 接近先審在疫情期間 每禮拜日發送五十個不用幾個便當 讓大拿町有數求的人 為了要讓這份愛心可以持續發養團殺 在21號前一部在大拿國小 發送十塊的送便當 總共有225分 只要有需要都可以來 每一個人都可以獲得一份 這幾道店的便當是索實便當 由大拿町來哪裡剛成立的風土豆腐 直接先審將以十塊來發送給有需要的人 風土豆腐出事是多人人 來到南華大學特色 你老入來大拿 為全體菩薩方法 在疫情期間有很多點假 因為無影響 三星外食吃飯 零口以及學生 解割吃的問題不方便 因此開始在每禮拜日發送五十個免費便當 這份愛心一直燃燒到今天 疫情便當大拿有愛 今天來發起十塊送食便當 兩愛燃燒 中愛團體 幾個師兄姐一起共同 共同來維持的 那因為我們這份愛心便當的錢還有多 所以我們就轉做為慈善救濟 然後後來因為疫情結束嘛 疫情比較趨緩了 比較減緩了 我們就變成十元便當的巡視 那十元便當是我們的構想 因為我們主要是以素食便當為主 就希望說透過素食 透過素食有那種體內環保 就地球的一種概念 也讓身體健康這樣子的意思 我剛剛也覺得洪德道場 我們整個團隊透過我們十元的愛心便當 讓受到一些受到疫情衝擊的一些好朋友 他們能夠獲得這樣子的一個幫忙 那我覺得非常的意義 那今天這個活動很特別 我們還特別結合了我們一些體事 一些舞蹈的表演 讓我們整場的活動 這場大拿分享愛心的活動 大拿最大工業舞蹈團 楊美玲老師舞蹈團 來為活動烈心 烈情舞的活躍精靈 然後就是為了學員們能夠增進 大家的身體健康能夠運動 響應現在的高齡化社會 便當分享做愛心 大家做回來運動 也有教育台下的國民 露養體性靈的檢測 有運動有檢測 也有健康的素質 希望大家共同鼓勵 兩一情平安度過 世新新聞創民動 大拿町蔡文博德 他要負責生產出最安全的食物 給所有的人消費 像上次縣長帶領我們 去那個國道販售 那也很多通路看到我們 會找你去社會喔 會 太厲害了 對 很榮幸 謝謝 我最近聽到一句 最感動的話是什麼 說縣長 要是颱風來的話 我們就賺了 他們就在想說 我怎麼克服 當別人沒有辦法 我有 我們就賺了 老一輩啊 種田的人他們不太計較成本 只問你種出來的東西 你的品質 是不是能夠給消費者 最好的東西 那我想這個就是 所謂的嘉義的農業 漁業跟畜牧業 最好的傳承 就是嘉義精神 這個傳承的責任 就在你們的身上